不知道 嗯 怎么说呢 其实有的问题真的一个字可以回答 我觉得不需要太啰嗦吧 挺轻松的 很轻松的 其实真的要非常感谢王菲哦 是特地因为这个2046还在拍摄 但是你是请一天假飞过来 嗯 已经拍完了 哦 拍完啦 哎呀 这跟个报上写的又不一样了 我还是别访问您吧 我 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 所以 对于这个 金曲奖评委对我的这个肯定 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无论是年轻的时候 还是已经50多岁了的王菲 她都是一个传奇的存在 王菲性格给人的感觉是高冷而又孤僻 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 任何事情敢说就敢做 从来不看世俗的眼光 正知中代蝶小可爱 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真实 潇洒 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不加以掩饰 在纷纷扰扰的娱乐圈 还能保持这样真实的品质 非常的难能可贵 许多人在娱乐圈里慢慢变得越来越圆滑 懂得处处逢迎 失去了自己最本来的性格 而她从出道到至今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 依然是保持自我最独特的个性 不会去阿娱奉承 也不会去弄虚作假 被她自己的专业一直是努力不屑 在感情方面也是大大方方毫不遮掩 当年年纪轻轻和王妃天后拍拖 你当时是什么心态 李维吴并并不在我喜不喜欢的关系里面 是天后 但是这两个字在我心目中没有存在过 只不过因为这样的娱乐圆压力更加大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会有结果的 是啊 是啊 真的很无奈可人生 是啊 哈哈 当年王妃大火的时候 记者也曾采访她 有什么害怕的地方 她回答说害怕自己太红 确实她的性格是那种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会去做的人 不愧为这些利益诱惑所纷扰 她也确实做到了 作为称霸英玉姐几十年的天后 她不仅拥有空灵的嗓音 更有真挚的情感和最真实的个性 而且她做事一直很潇洒 不会拖泥带水 扭扭捏捏 这点确实非常吸引人 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全盘曝光在美光灯下 爱就在一起 不爱就分手 也没有过多的藕断四连 对待每一段感情都非常认真投入 即使分开也是友好和平的分手 不会恶意诋毁 伤害对方 面对虚假商人属性 爱包括爱抛头露面的李亚鹏对她的伤害 王妃也只是回应一句夫妻缘分之词 但是这件事对她的伤害是极大的 毕竟王妃每一次对待感情都是认真对待 付出真心的 在感情受挫之时 还得有好友陪伴才能获得力量 刘佳玲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柔弱的时候 王妃也一样有 其实造成王妃的性格如此 还得从她的原生家庭谈起 王妃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经常在外地工作 母亲是一位歌手 经常出去寻回演出 王妃年幼的时候没有人照顾 大多都是托给邻居照顾 可以说幼年的王妃就是在孤独中长大的 是因为这种环境 所以造成了后来王妃的这种孤独冷艳 王妃出道到现在已经30多年 每次结婚离婚甚至小小的一件事 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 这次传来王妃行事将近50岁的她终于传来喜讯 消息已证实 原来是音乐人张亚东发布最新消息 配图被证实却是王妃 这是时隔19年终于要发新专辑了嘛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谢霆锋在今年也将宣布回归歌坛 谢霆锋开心表示 有了 看来这对情侣是琪琪重新进去乐坛了呀 身为他们俩人的歌迷 好希望有生之年 能看到他们这对情侣合唱一首歌曲呀 你们期待吗